日本的棒球界是个人才辈出的舞台 很多日本选手都在大联盟有出色的表现 但早在他们成名之前 就有一名日本选手横扫了大联盟的各大奖项 他新人年就拿下MVP 连续10季打出200支安打 用招牌的中板式打法 夸张的雷射尖手背 还有那快到不行的脚程 刮起了席卷大联盟的旋风 为日子选手转战美国 搭起了最稳的根基 他是大联盟单季安打记录保持者 生涯打出4367支安打 成为世界安打王 也是史上最传奇的日本选手 甚至被冠上了神的称号 他是朗神林木伊朗 就让我们聊聊他的故事 1973年出生在日本的爱知县 他的父亲曾经是高中棒球选手 虽然后来因商退出 不过对棒球依旧狂热 他在伊朗3岁的时候 送了他最好的棒球手套 并开始每天的传接球训练 在父亲的带领下 小伊朗很快爱上了棒球 他加入了当地的少棒队 并和父亲达成了约定 每天都会努力练球 而从那一天开始 魔鬼般的训练就开始了 每天下午3点半 刚放学的伊朗 就和父亲来到棒球场 开始3小时的棒球训练 不只练头练打还会练手背 甚至为了离伊磊近一点 把右撇直的伊朗练成了左打 他招牌的钟摆式打击法 也是在这个时候练出来的 练完球回家吃晚餐写作业 父子两又会到附近的打击场 进行200球的打击训练 这样的日子 一练就是好几年 小伊朗也确定了他的目标 在小六的作文课上 写了一篇作文 名叫我的梦想 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职棒选手 所以我每天都努力的练习 我要在高中毕业后就参加选秀 加入钟日龙或是西武师队 我对头打都很有信心 也很满意自己的表现 但我知道棒球不能只看一年 所以我会继续努力下去 如果我成了一流的选手 我要送球票给帮助我的人 让他们帮我加油 短短的一篇作文 就写满了伊朗的伟大志向 也为他之后辉煌的生涯 埋下了伏笔 在棒球之心事的训练下 伊朗的表现飞快的进步 他在国中时投打兼修 带领球队拿下了全国第三名 虽然身高不到170 体重只有55公斤 但竟然能飙出时速130公里的火球 让他吸引了不少名校的关注 最后他选择加入爱公大明殿高中 但却因为不习惯宿舍和学长学弟制 曾经一度想要放弃棒球 还在高二时出了一次车祸 让他的投球姿势完全变情 但这些伊朗都挺过来了 高中三年间他打出269支安打 打击率是夸张的5成1 高30他坐稳先发 担任第四棒和王海投手 并在陷阱标赛上 打出75成的超高打击率 虽然没有进入甲子圆 但表现已经足够出色 也让他在选秀会上 被欧利士海浪以第四指名选入球队 实现了伊朗打直棒的梦想 正式展开职业生涯 刚来到日子的伊朗 从二军开始打起 虽然成为二军打击王 还获选明星赛MVP 不过因为一军教练不认同他的打法 所以在一军没什么上场机会 一直到1994年新教练上任 伊朗才被拉上一军 把登陆名字改为一七落 还担任起先发第一棒 在生涯的第一个完整赛季 就成为了最耀眼的选手 单季打出210安 创下日子的安打记录 以3成8的打击率成为打击王 还成功获选赛季MVP 本以为这样的表现已经足够夸张 但朗生的传奇才刚刚要开始 他连续3年拿下MVP 连续5年成为安打王 连续7年获选打击王 金手套奖 还有最佳九轮奖 并在1996年 带领球队斩获日本冠军 他成为史上最快达成1000安的选手 被媒体叫做安打制造机 横扫了日子的所有奖项 眼看在日本已经打遍天下五敌手 伊朗也有了挑战大联盟的想法 他在1995年来到芝加哥 在那里见到了Michael Jordan 虽然那时他在美国还默默无名 不过单纪210安的记录 还是让Jordan惊叹不已 而在1999年 伊朗也终于获得机会 到美国参加西雅图水手的春训 并在2000年正式和水手签约 告别日子的舞台 展开新的长征之路 2000年的大联盟是个重炮时代 单季六七十红的拳雷打满天飞 销售的伊朗能不能面对美国墙头 能不能适应大联盟的赛程 都让他备受质疑 而继承巨头Randy Johnson的背号 更是让他的表现被放大显示 但一开季 伊朗就马上证明了自己 不管是日子还是大联盟 他都照样安打给你看 第一场比赛就敲出安打 过不久又展示超强雷射尖 创造大联盟的名场面 之后便是不停安打 甚至还有开轰的表现 出色的守备能力 让水手的右外野 被叫做神秘的武席一区 超强角城和打击能力 让他打出242只安打 成功到累56次 打击率高达3x5 创下大联盟新秀安打记录 并在两个数据都领先联盟 他获选金手套奖和银棒奖 成功入选明星赛 斩获每年最佳新秀 甚至成为了当季MVP 水手队打出116胜 追凭大联盟的历史记录 可惜在季后赛集体牙伙 最后败给了纽约洋鸡 不过朗神这一年的表现 绝对是神奇发挥 也给了所有子余他的人 最强势的回应 在大联盟第一年就拿下MVP 朗神初来乍到就征服了美国 那你知道还有什么比赛还要狂吗 那就是MLB 九局职棒的全明星活动 这款游戏 是市面上最逼真的棒主球游 从球员的神情动态 到每一支球队的资讯 都是和大联盟同步更新 刚好下星期 大联盟明星赛全面开打 九局职棒也推出了明星周的专属活动 只要每天登录完整任务 就可以解锁拼图获取奖励 而且越往上 福利就越好康 累积4块就有明星礼包 累积7块就中黑鑽碎片 只要集满16块拼图 就能获得本次活动的最高奖励 LIVE白金球员许愿礼包 可以任选球队 任选球员 解锁他的最强白金卡 不管是要最强打击者神尊 今年最火热的Aaron Judge 还是当代二刀流大谷翔平 都可以把他加入球队 打造你的最强阵容 现在点击下方链接 下载MLB主角职棒 就可以参与这项活动 解锁你想要的明星选手 千万不要错播 生涯第二年朗神依旧火热 虽然打击率稍微下滑 不过每一年都有200安的表现 2002年打出208安 2003年打出212安 2004年10月 打出当季第258支安打 创下大联盟的历史记录 最后将这个记录定格在262安 至今为止没人能够打破 童年也以三成七的打击率 再一次成为大联盟打击王 2007年全明星赛 他打出明星赛史上第一支场内全雷打 还成功获选明星赛MVB 是大联盟的亚洲第一人 虽然水手战绩不佳 但一朗还是选择留守球队 在打击和守备上 更是屡屡上演精彩画面 面对天使队传奇 Garrett Anderson 他飞升上墙没收全雷打 展现忍者般的超级美技 面对王牌终结的Rivera 他在落后的情况下 敲出再建全雷打 帮助球队逆转扬机 送给Rivera救援失败 在水手的这些年 一朗几乎是亲近了所有 连续45次盗壘成功 创下每年记录 连续10年200安 创下大联盟的历史记录 10次全明星 10次金手套 是队史安打王 也是队史盗壘王 朗神的荣誉已经多到数不清 但水手除了2001年 竟然连一次季后赛都没进 从追平大联盟历史最佳战绩 到现在已经是北美四大体育里 最长时间没进季后赛的球队 这到底是什么诅咒 随着球队步入重建 一朗的状态也开始下滑 在双方显议下 他被交易到纽约扬机 告别销里10年的水手 加入MLV超级豪门 以全新的身份 再战大联盟 作为日本最传奇的棒球选手 一朗无时无刻都心细故乡 也启发了无数的日本选手 成为他们启蒙的偶像 2006年他参加首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并带领日本拿下冠军 还获选赛事最佳阵容 2009年他再次为国出战 因为韩国队的插旗风波 双方的关系剑拔弩张 在冠军战第10局 3比3的情况下 一朗打出带2分打点的自胜安打 帮助球队赢下韩国 完成经典赛二连霸 而在2011年 他还捐赠了1亿日元给311的灾民 是日本运动员史上的最高数额 尽他最大的可能帮助故乡 除了场上的精彩司机 一朗的坚持努力和他的待人主事 才是最令人敬佩的地方 20多年来他从未改变 维持着一样的招牌动作 还有一样的训练态度 他把努力做到了极致 每一天都练到精疲力尽 就算修赛季也从来不休息 对待球棒和手套 他更是用匠人的心态 去爱惜和保养这些用具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心态 一朗才能一直维持最佳状态 在职棒界闯荡28年 在杨基度过了两个赛季 一朗转队来到迈阿密 重新穿起51号球衣 虽然身手已经不再巅峰 但却创下了更多记录 生涯总打级来到1万 大联盟安打数超过3000 在2016年6月15日 他集出生涯的第4257支安打 以每日通算的记录 成为世界安打王 虽然每日子实力存在差距 但跨越两个大陆完成这个成就 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 2017年一朗做客西雅图 在无数球迷面前贡献了最后一轰 本以为赛季结束他就要退休 但隔年他又和水手签下合约 再次回到劳东家 这时的一朗44岁 虽然心有余力 但真的已经老了 历经了28个赛季 他见证了大联盟的潮起潮落 无数的日本选手来来去去 只有朗神始终屹立不倒 最后在2019年 他也终于迎来了最后一战 2019年3月21日 东京巨弹 大联盟的海外开幕战盛大开打 5万多名观众涌进了球场 见证朗神的隐退战 他上场两个打席没有急速安打 但还是获得了无数的掌声 还有满满的祝福 最后在全场的欢呼声中 朗神告别了赛场 他的安打记录停在4367支 职棒通算历史第一 纵然有再多的不舍 但无奈岁月无情 初登板的橘石雄心泪洒球场 随手的队友向他拥抱告别 朗神对观众们脱帽致敬 一代传奇就此歇目 2001年朗神第一场比赛 随手5比4击败运动家 2019年朗神的最后一战 随手5比4击败运动家 一切的巧合 就像朗神的职业生涯 28年始终如一 退役后的他依旧自律 时不时给高中生来个震撼教育 甚至还出现在随手的春训 作为大联盟亚洲第一人 他对日本和美国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用毅力享誉国际 用谦虚贯彻始终 相信在2025年 51岁的朗神也会入选名人堂 把51号球衣带入最高殿堂 在职棒的历史上 真正的封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